默克集团未来五年将在台投资新台币170亿元 12月16日在南科高雄园区举办电子材料工艺设备制造厂动图典礼 高雄市长陈其迈到场表达恭贺之意 赞许默克眼光清准选择投资高雄 那今天是特别来表示恭喜 那也希望说能够动工顺利 那尤其在陆科 假如大家刚刚有进来的话 也看到在此起彼落 都在大兴土木这个加速这个建厂 那我们当然市政府就建立一个完整的半导体产地的居落 我们市政府一定是各国的半导体大厂的最好的工作伙伴 会全力的跟他们一起来加速整个建厂 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尽速投入生产 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陈其迈市长表示 像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厂商 在设厂上考量全球布局 默克公司是全球领先顶尖的厂商 市长或市府很努力展现诚意 争取厂商选择台湾 选择高雄投资 半导体厂他们在选择设厂 它不是只有在所谓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高雄台中或者是台南这种 我们是全球在抢这些大厂来投资 都是一样的道理 像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厂商 他们在设厂的考量 都是全球的一个布局的一些考量 所以我们的这个 这个当然要尊重默克公司 但是我们一定是对手有很多 大家都希望说这种 在技术尤其在材料 这个默克公司是全球领先顶尖的厂商 所以当然是用抢的 哪有那么简单 市长或者是市政府也要 很努力展现诚意 默克公司表示 在台投资计划的目标 在加强本土制造与研发能力 以支持电子科技产业需求 预计创造约400个工作机会 投资计划分几个阶段 明年将在南科的高雄园区 新建一个超过15公顷的生产中心 并依产品不同期程依序开始生产 记者李政道高雄报导 M blir藏护区 中文字幕——YK